本节目资讯由人乐医疗集团提供 大家好,我是特备主持蓬蓬 多谢邓医生今次抽空上来 别客气,我每个礼拜都在 反而女主持就常常转 这件事不重要 其实你都知道,我们最近少了出去 多了在家做Home Office 都收到观众很尴尬的问题 有些难言之人 我都直接说了,就是这个痔瘡的问题 不要小看痔瘡 虽然痔瘡是小病 但我相信对于好很多香港人来说 都是一个难言之痛 其实究竟什么是痔瘡呢 痔瘡其实是肛门是肛门里面 有分内致和外致 内致和外致都有不同的症状 而根据它的严重程度 亦都可以分成四级 第一级就是一些肿脏了血本 它只是轻微肿脏 所以一般来说的痔瘡都不是太严重 至于第二级的痔瘡 比第一级更严重 因为痔瘡比较肿脏 有时痔瘡会掉到肛门外面 这个情况是降断 但病人去完大便之后 痔瘡又会收到肛门里面 这个我们叫第二级痔瘡 至于第三级痔瘡 痔瘡的肿脏程度就更加厉害 病人去完大便之后 痔瘡会掉到肛门里面 但不能够自己收到肛门里面 病人有时就需要用手指帮助痔瘡移进去 用手指吗 是的 至于最严重一级第四级痔瘡 就是痔瘡永久地降斥到肛门外面 肿脏疼痛 病人去完大便之后 就算用手指也不能帮助痔瘡移进去 就会令病人很不舒服很疼痛 但刚刚说到这么多的程度 我们怎样才能察觉自己有痔瘡问题 痔瘡我们大致可以将痔瘡 分为内痔和外痔瘡的情况 因为内痔和外痔两种不同的痔瘡 痔瘡也会有点分别 我们先说外痔 外痔即是肛门外面的痔瘡问题 所以一般来说 痔瘡都是肛门疼痛 痕氧的情况 但通常来说 外痔就会比较少 或看到大便有缘痔的情况 至于内痔 即是说痔瘡在肛门里面 一些种族的血管 很多时候病人会跟我们说 大便的时候会见到一些鲜血 但就会比较少说肛门有痕氧 不同的情况 其实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少了外出 或坐得多才会有痔瘡问题呢 其实也有关系的 有很多因素都会令到痔瘡会发生 我们在说最常见的因素 例如我们少喝水 食物里面我们很少的纤维 或者我们少运动 或者有时有些病人很喜欢 所以去完大便之后会在厕所坐一段时间 这些情况这些不好的疗法 都会令到痔瘡会更加容易发生 其实很多人会去厕所做 其他可能按手机 很多人会在厕所打机 有时看报纸 这些都会增加了患自虫的风险 我这次真是第一次 听起来也觉得有点不安 记住之后在厕所 不要整天在厕所按手机 因为有惯性 想要培养一下情绪 其实刚刚说到的习惯问题 会不会跟一些情绪的问题似乎 其实也有关系 因为痔瘡来说跟我们的生活习惯 有时跟我们的压力 饮食等等其实也有很大的关系 证明我们就算留在家 也要做多些运动 或者是喝多些水 最重要是不要买着吃 睡和坐 记得要记得凹 对不对 尤其这段时间大家都留在家 我们也建议 就算留在家 我们也做一点点运动 尤其在饮食上要注意一下 喝多些水 吃多些蔬菜山果 补充我们身体的鲜食食品 嗯 其实我也知道 邓医生是我们的痔瘡性手 不如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真的有这些问题 那时候可以解决吧 又没有说到痔瘡性手那么难听 始终也有点尴尬 不过今集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不如我们留下的资讯 在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好吗 好啊 一连四集都会在这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 大家如果对外科资讯 有任何的查询 都欢迎留言给我们 第二级 第二级 接着开始凸凸了 第二级 第二级 有一支痔瘡腔 什么叫痔瘡腔 痔瘡腔 痔瘡腔是说的 那些痔瘡腔 那些痔瘡腔